讲完了两种被动运输的模式之后 我们就要来谈谈会需要消耗能量的主动运输咯 那主动运输呢 它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导过来 它不是从高浓度到低浓度的地方 它可以把物质从低浓度的地方送到高浓度 高浓度的地方 或者是呢 它也可以还是让东西从高浓度到低浓度 只是呢 它可以加速 这个过程 OK 那所以呢 它真正需要的就不是浓度梯度了 因为呢 不管是低到高或高到低都可以 但是它一样 会需要这个运输蛋白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主动运输之所以称为主动运输 是因为它消耗能量 也就是我们前面有教过的这个ATP 细胞里面的这个能量 我们之后还会继续去提到 举个例子来说 像在细胞膜呢 我们通常呢 会需要建立一种东西叫做膜电位 那这个膜电位呢 就是因为细胞膜内外呢 它的这个正电负电的带电量是不一样的 那想当然了嘛 正常的状况下 如果东西可以自由进出的话 应该这个电的状况 应该是要电中性啊 对不对 就是如果某个地方正电比较多 另外一边负电比较多 负电会收正电吸引 正电会收负电吸引 所以应该要中和一下 可是呢细胞膜却会维持 呃一个膜电位 就是有一个电的差别 最主要呢 就是因为 诶它有一种有趣的东西 叫做钠甲帮普 它呢可以呢 把钠跟甲呢 诶从浓度低的地方 运到浓度高的地方 当然这个过程是需要消耗能量的 借由这样的方式呢 去累积 呃在这个细胞膜两边呢 的不同的这个呃 正电负电的状况 那这个以后也会特别来介绍 这个钠甲帮普 你只要现在先知道 钠甲帮普呢 是一种主动运输的例子 那当然啦 像是小肠对于葡萄糖的吸收 其实也是一种主动运输 又或者说呢 植物的根毛细胞呢 它吸收呢 一些带电的离子 这个都是主动 运输的例子 也就是说 像是在小肠的里面呢 呃 它的细胞里面 可能葡萄糖浓度已经很高了 可是呢 它还要继续把它所消化的这个食物 里面的这个葡萄糖呢 在吸进小肠的细胞里面 这个过程呢 当然就不能只靠被动运输了 这个绝对呢 既然是要把浓度低的东西 运到浓度高的地方呢 就需要耗能量呢 去把这个葡萄糖拉进来 而跟毛细胞吸收带电离子呢 也是一样 这应该说不只是带电离子 这个地方应该要写的是 无积眼泪 好 无积眼泪 更精确的应该这样说 请同学补充一下 无积眼泪 好 那呃 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这些运输蛋白 同样的这个 主动运输呢 也是需要这个运输蛋白的 而这些协助主动运输 主动运输 这个字写错了 主动运输的运输蛋白呢 则常常呢 被称为邦普 也就是纳甲邦普的这个邦普 那邦普呢 其实呢 它的英文呢 就是所谓的Pump 就像是一个有力量 可以把东西从有个地方 压到另外一个地方的 就称为邦普 或者是Pump 那所以呢 我们来复习一下 这个主动运输的部分 主动运输呢 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跟被动运输不同的是 它需要消耗能量 也就是我们的ATP 那它之所以呢 会需要消耗能量的 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它常常呢 要么就是把东西 从低浓度的运往高浓度 也就是违反自然的状况 或者是呢 虽然是把高浓度 弄到低浓度 可是呢 它要加速 OK 所以为了使速度更快 所以它需要用能量 那例子呢 有纳甲邦普拉 小常吸收菩萨糖 或者是根毛呢 吸收无稽眼泪 等等的 那记得 这个东西呢 就称为主动运输 需要消耗能量的运输 有别于被动运输 这种不需要消耗能量 浓度 由高到低的这种运输 OK 所以最后呢 我们的主动运输 的重点就在这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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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